以色列最近展开强烈攻势 围困加萨南部地区 导致死伤人数攀升至超过2.9万人 面对国际社会要求重启两国方案讨论 以色列国会投票通过宣言 拒绝国际上任和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 而乌战争方面 乌克兰东部对内此刻遭到俄罗斯飞弹袭击 建筑受损烧成大火 至少6人受伤 乌克兰日前失守战略前线阿夫迪夫卡 军队被迫在混乱之中撤退 如今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在拿下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左岸的小村庄克林基 士兵在废墟中展示俄罗斯国旗 宣誓占领当地 但乌克兰司令部反驳 声称乌军依然坚守阵地 俄乌战争即将戒满两年 俄罗斯总统普丁受访时坦言 误判西方国家援乌的程度 导致战争陷入胶着 普丁呛下若时间可以重来 一定会更早使用更强烈的攻势袭击乌克兰 但一向针对欧盟12个成员国的调查却发现 仅有一成的欧洲人相信乌克兰会获胜 认为俄罗斯会打赢战争的 反而多了一倍占两成 欧盟伦指主席国比利时表示 将在俄乌战争届满两年当天 批准对俄罗斯实施第13轮制裁 其中像俄军供应设备的三家大陆公司 也被纳入出口管制 伊朗则不甩联合国安理会制裁 从今年年初开始 捐援俄罗斯近400枚地对地弹道飞弹 深化彼此的军事合作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